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2023年1月份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1月份是除旧不新的月份 整个月份来看 整个星座的能量 有一种往内缩 而且后退 然后在内在做一个清理的状况 一直要到农历新年的时候 也就是1月22日的新月开始 会出现一个全新的气象 很多事情才会有爆炸性的发展 所以各位 我们如果要趋吉避凶 一定要跟着这一股新象的发展来做 怎么做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月份的新象 1月份的新象我们要注意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 其实从去年的10月底 到1月13号火星都是逆行的 那么水星在202年的12月29日到1月18日也是逆行的 哇哦 你看水星和火星同步逆行 所以肯定在农历新年前好事多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1月7号的满月 这个力量非常的强大 而这个力量它强化了一个逆行水星 还有冥王星的力量 所以我们知道除了水逆以外 冥王星很重要 冥王星是什么呢 就是结束重生 所以很多事情它必须要开始做出一些要结束啦 或者是要转型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让一些事情结束 Let it go 或者是要做一些断舍离的决定 当然我觉得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段水逆火逆的时间呢 反向操作 比方说呢这个时候 你有一些事情想要重谈条件 合约啦 好事情啦 因为水逆嘛火逆的嘛 你可以翻盘 但是也许不在这段时间里面谈完 但是可以的 或者是有些东西呢 你在买完之后你需要退货换货 只要你保有你本来有的这个收据啦 或者什么样的资料 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是蛮好重新谈条件的时候 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找一些老朋友啊 大家呢重新相聚的时刻 是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的 那么如果一些重要的事情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就是过年之前啊 最好能够做的是什么 收尾结束 或者是呢 你有些新的计划 它必须要做一些试营运啦 或者是尝试实验性的动作 它未必会做最后的确立 但是你可以透过这段时间精益求精 到了1月22日过年开始的这一个 水瓶座星月 因为呢 逆行的星都顺行了 再来这个星月呢 它启动了火星跟木星的能量 这两颗星的能量都是什么 向前冲很乐观正面积极的 所以很多事情呢会正面的开始加速发展 但是别忘了哈 在2月初的时候会有个满月 所以呢可能到这个2月初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重要的决定 正式拍板定爱 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工作的朋友啊 或者一些新的计划开始啊 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农历年前啊 不是那么顺利或者是呢 好像没有下文 大家要有一些耐心 我们来看一下12个星座的运势啊 首先来聊到大家最爱的感情运势 哎呀快放假了对吧 所以大家还会想要出去玩 想要恋爱 那么在整个1月份的心象来看呢 今夕呢1月1号到1月2号呢 是待在摩羯座 3号就进入了水瓶座 一直到27号才进入双鱼座 所以呢整个1月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这个水瓶座 所以对于上升或太阳在水瓶啊 双子还有天秤座朋友来讲就非常好 其中里面最好的呢 我认为是上升或太阳在天秤座的朋友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对象了呢 是不是应该要跟情人约个时间去玩呢 我觉得1月份刚刚好哦 再来呢就是双子座哦 双子座虽然水腻火腻的影响非常大 但是这个月你很适合跟老友聚会 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啊 所以也许你会在一段旧的关心里面 友情里面再发生一些新的可能性哦 水瓶座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份呢 我觉得也是适合多认识朋友 多结交朋友 已经有对象的朋友 说不定你在这个月月底 过完农历年后 27号之前你会有去思考长期关系的可能 比方说是不是要定下来了哦 那当然27号以后 就是太阳或上升在水象星座 包括了双鱼啊巨蟹天蝎座的朋友的天下了 请好好把握 但是呢整个一月份来看呢 其实啊 这个要容易做出一些重要的感情决定的 绝对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 以及呢摩羯座的朋友 那么这两个星座的朋友在这个月 可能会有重要的决定发生 或者是在关系里面有一些摩擦 吵架 或者是要讨论 那我觉得呢 这两个星座在这个月份 要注意到一点就是 利用这个一些摩擦 去变成了解彼此的一个方式 而不要让它变成两个人 可能渐行渐远的一个导火线 同时呢 这个月其实对于这两个星座来讲 不适合太快做承诺 那假设已经要决定要走进婚礼 或者是一些重要活动的这个巨蟹跟摩羯的朋友 我觉得呢 一定要怎么样 适缓则缘 后面会更好 那再来呢 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 这个月呢 哎 桃花不断 然后呢浪漫的这个约会啊 活动也蛮多的 所以是可以好好把握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怀孕生子的话 我也蛮鼓励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 把握这个月份的 讲完了感情是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事业了 大家都很在意的是工作 那么这个月呢 有三个星座 我觉得你的重点会在事业 第一个 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的朋友 这个月份呢 其实对于之前已经很努力布局的白羊座 我觉得是一个好好重新确立工作 或是升迁调整 甚至呢这个慢慢的有浮上台面 被大家注意知名的机会 不过白羊座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冥王心的影响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卡卡的 或许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任何的会议都要做记录 跟老板讲的话或什么的 你要留下证据 不然呢 比较容易在这个月呢 产生没有证据 或者是死无对证 基同压讲的问题要特别小心 再来呢 我觉得事业运也不错的是金牛座 金牛座呢 这个月有群星在你的迁移工 所以代表说你容易有向外发展 出差啊 换工作啊 有些调整的机会出现了 可以把握 那么金牛座呢 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有可能在一月份里面呢 你比较容易呢 莫名其妙吃下某些工作 老板就是有暗示你啊 可不可以多做一点啊 你会觉得他在拗你啊 那么我觉得金牛座朋友 你应该要试自己的状况呢 画下一个什么样 你的停损点啊 有的时候要懂得说no咯 那么再来呢就是双鱼座朋友 如果你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呢 其实这个月呢 工作运不错 因为群星在朋友工 可以跟着公司啊团体啊 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情 而且呢 木薰又会进到你的财博工 所以年底的收入也很好 所以财运是旺的 要恭喜这个比较稳扎稳打的双鱼座 那么来看到财富 财富呢除了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以外呢 其实这个月份 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射手处女 还有这个双子座朋友 同样都是变动性座朋友 特别容易呢在财富上面呢 有一些好的机会是值得把握的 或者是你要开始重新厘清自己的现状 比方说上升或太阳在射手座朋友 这个月可能会有一些财务的议题出现 让你重新检视 你该怎么样做调整 或者是你要该省钱啦 你要该换一些厂商啦 去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我觉得对你是有利的 而上升或太阳在双子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 我觉得你会因为梦想而伟大 虽然很多现在逆行 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未来的愿景 你可以慢慢做调整是不错的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呢相对来讲 可能在工作上面 在很多事情上面 你要解决问题 只要这些问题解决了 往往你的财富收益呢 会这个扶摇直上喔 最后我们来看到一次没有讲到的 上升或太阳在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是有一点 慢慢走进一个休息的状态 也许你想要旅行啊 学习啊 当然也可能你的工作跟这些有关 以及呢 你可能会想要让居家环境做一些调整 搬家啦 装潢啊 帮忙家里一些事情 那么天蝎座朋友呢 我觉得你要注意两件事啦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月很多的工作压力 或沟通交通很忙碌 千万不要把负面的情绪带回家 影响你的运气喔 再来呢 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的财运不够好 不够满意 这个月我觉得是一个重新思考 哪里还可以降成本 或是哪里还可以去跟别人重新谈判 调整对你有利的情绪是挺不错的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一月份的运势咯 祝福大家都能够在一月份 拥抱新气象 迎在起跑点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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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